新店达官国中小向来以丰富生态为特色 近来传出了令人开心的消息 那就是学校饲养的山羊妈妈小辣椒 成功产下两只可爱的羊宝宝 许多师生呢 更一同见证了小生命诞生的那一刻 校长林才一表示 很高兴学校多了两个新成员 而这也是最难得的生命教育 快做了 小安你走开 不注意吗 达官国中小传来喜训 学校内饲养的山羊妈妈小辣椒 产下了两只可爱小羊宝宝 就在4月18号的中午左右 先发现了羊妈妈产到已经露出了小羊腿 学务主任吴自辉赶紧到现场安抚 可以看到影片中羊爸爸闪电 也焦急的陪伴在旁 吴自辉主任则不断稳定羊妈妈小辣椒的情绪 整个生产过程历经近20分钟 终于顺利产下了第一只小黑羊宝宝 这次是我们小辣椒第一次的生产 所以过程中会长了一点时间 所以在经过妈妈不断的努力 也很痛苦的发出了一些吼声叫声 让他的孩子能够顺利出来 所以在大概在12点30分的时候 第一只小三羊顺利的从母体脱离开来 原以为只有一胎 但没想到居然是双生 而且正好一黑一白 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 接生的初体验也让吴自辉主任留下了难忘的经验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形 大家也都会紧张 那还好是羊妈妈 就我们小辣椒也很努力 就让整个生产顺利 所以我们在旁边只做安抚的动作 让羊的情绪很稳定地顺利生产 那第一次接生动物 非常感动 非常的 也非常兴奋 两只小羊宝宝的出生 让全校师生都相当开心和兴奋 许多老师和同学都亲眼见证了这个生产过程的奇迹 校长林才义表示 羊妈妈生产经历的痛 让孩子有了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 同时也了解校替感恩的重要 这个月呢 刚好也是我们新北市的品德教育校替月 所以我们也趁这个机会 也让孩子们去思考一下 父母亲照顾他 从小到大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那另外呢 也顺便给孩子一些正确的观念 比如说如何爱护动物 那之后呢 小三羊的照顾等等的 羊妈妈小辣椒四年前来到了国中小 羊爸爸闪电则是两年多前来到 出生后的小羊和妈妈的互动非常良好 发挥母性的本能 相当照顾两只羊宝宝 据说晚上还会将小羊赶进木笼子 妈妈则守护在外面 校长林才玉说 后续将会举办命名活动 让全校师生一起来为小羊宝宝取名字 学校正在规划就是命名活动 因为我们说达官的动物们 也是学校的一份子 跟我们的孩子的互动 陪伴都非常的密切 所以孩子们现在已经有在开始思考 他们的名字 我想我们学校这边会尽快来规划 这个命名的活动 达官国中小校园内生态丰富 除了山羊也饲养了兔子 乌龟鸟等动物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 亲近大自然 学习尊重生命 而现在又多了两个新成员 也让校园更加的热闹 记者杨邦友 川芳琪新店采访报道